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八零零 華視晚間新聞 我是連招慈 是因為開始就帶你來看到 是受到颱風采雲 以及北方支流封面的影響 台北地區在今天下午下起大雷雨 台北市統計有兩百六十件的淹水災情 而富洋街有店家是整個地下室都淹沒了 老鼠和魚也都跑到了馬路上 而新義車型地下道呢 更是整個隧道都被淹沒 帶您一塊來看看 彷陀大雨下不停 北市新義區松仁路 直接成汪洋一片 機車整排倒 淹水淹到跟膝蓋一樣高 五星街上還有老鼠把指板當救生船 在街上飄 還有魚也因淹水被沖到大街上 來到富洋街上 中藥診所和醫療器材行都苦不堪言 因為下面都是有放一些衛生紙 或是一些醫療的器具 全部都泡湯啦 店家大門口不斷有水流竄出 一箱箱醫療檢驗耗材全部倒下塞住門口 根本無法開門 整個台北市統計約有兩百六十件淹水災情 說到颱風外圍環流還有封面影響 可以看到現在記者身旁的這條北市新義車型地下道 淹到二點六公尺高 幾乎整個隧道都被淹沒 工程人員緊急到隧道口處理排水設施 就怕雨再下排水越來越困難 不知道何時才能成功通行 華文新聞 張道勇 台北報導